这百分之百绝对有伪造 因为我现在手头上的第一张离职证明 这张离职证明是第二张的 拿着离职单讲到火气都上来了 陈先生原本在知名餐饮集团旗下的餐厅任职 但因为疫情公司给他两条路 不是留职停薪就是放无薪假或是离职 但不得用非自愿这个选项 陈先生选择离职并在申请单写下 自己放无薪假而且被疫情影响生计 认为之后可以用这个理由申请纾困 不料拿到证明单后备注栏却是空白 我要去怎么去申请纾困 任何一条纾困都不合格 因为什么因为没有雇主上面有盖章 有提到因为疫情新冠肺炎影响 无薪假缩减班时影响到生计完全没有 劳工离职原因住民是因放无薪假 所以并非自愿性离职 该公司应该要给予非自愿离职单 不过该集团也回应公司没有无薪假 陈先生是协调后自愿离职 而且离职单上也不会有任何的原因 目前已经受到他的存证信函 会再跟陈先生协调 北市劳动局也将介入调解 根据统计今年截至五月底 北市劳资争议约1600件 跟同期相比没增加 或许是因为疫情影响送戒延迟 然而像陈先生这样的案例 疫情中可能不少民众离职前 可要注意应有的权益 避免落得两头空 TVB想谢谢您的影响台北采访报道 看着电脑仔细核对表格 所有数字不容许出任何差错 因为这份帮忙公司处理文书的工作 得来不易 虽然跟很多上班族一样居家办公 但这只是打工性质 时数每天不稳定 必须聚精会神 一个小时只有160元 全部的家教的收入也都没有 就直接挺合 所以现在可能就是可以做一些 在家工作 然后可以提一些资料 另一边他的男友紧盯一幕 抓出精彩画面 认真剪辑影片 虽然在毕业前找到影像处理的工作 但同样只有基本时薪 两个人一个月加起来的薪水 只有三万块 等于一个上班族的月薪 病毒一来人生规划都乱套了 找工作已经很困难 更何况是兼职打工 尤其是像他们这样 远离家乡来外地打拼的学子 又遇上疫情 就算毕业了 短期内回不了家 待在原地没有稳定的工作 却还是要面对一大跌的账单 刚补完货 这可以吃一个礼拜 两个人现在一个月的收入根本不够 光是房租就要一万五 加上伙食等必要支出 扣一扣等于一万块要过一个月 好不容易读完大学 迎接人生下个阶段 但去年的毕业生也有受到影响 等于有两届社会新鲜人同时抢工作 都在忧心未来该怎么办 TVBS新闻 施血员吴玉亚新北采访报导 因为现在居家办公 像这种比较半休闲的衬衫 是我们销售是第一名的 疫情期间民众在家上班穿 全套症状机会减少 顾好腰部以上就好 下半身穿短裤睡裤大有人在 夜久就观察到 上半身单品近期热销 卖最好的是衬衫 因为有领子穿透方便 扣扣子就能上线开会 再来是休闲外套 T恤和Polo衫 经书棉的东西 它其实穿着很舒适 然后还有这种两感纱 也是我们非常畅销的 就在办公都想穿得越舒服越好 多数人会穿T恤 需要视讯再套件外套就好 如果讲究一点穿衬衫 则可以搭配不同外套来变化 在线上和主管同事相见时 也比较体面 主要还是以上半身为准 比如说单件衬衫 单件Polo衫 或者单件下裤的部分 它的业绩其实相较于 这个整体西服来讲 它大概是会有 两到三倍的差异 另外像日本评价服饰 不少舒适单品也很受欢迎 男装主打两感素干Polo衫 女装则推荐亚麻衬衫 兼具透气和正式感 另外也有品牌 推出像正装的睡衣 让OA楼们睡醒不用换衣服 一样都有领子设计 穿出专业度 但材质是有光泽感的丝绸 穿起来很凉爽 适合闷热气候 另外消费者减少出门逛街 百货服饰业者也成为主播主 线上教你穿搭顺便做生意 服饰专闺员工在脸书开直播 推线上购物优惠 单笔满五千线折三百 再加送三百元电子抵用券 另外有百货则是线上年中庆 时尚服饰下刹四九折 刷卡满千送百 希望靠线上直播增加消费者 宅在家的购物意愿 TVB新闻刘俊红军委台报导 一杯杯手摇饮一字排开 除了招牌珍奶还有日式抹茶 连锁餐饮集团疫情期间 仍然跨足经营饮料店 六月底选在台北车站前 一级战区试营运 今年刚好现在遇到一个防疫期间 比较严峻一点 不过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相关布局 还有斩电计划 业者说先前就有评估疫情问题 主要的客群学生和上班族 都已经远距上课后部分 居家上班确实可能影响营收 不过还是看好品牌 在疫情过后表现 半堂扫兵 那一样送新南路 除了连锁饮料店 自创品牌手摇饮 也在疫情期间开幕 也说展店前 原本都已经规划好 但没有想到疫情会如此严峻 收入比预期鲜少一半 目前营运一个月左右 每个月的水电 加上租金人事费用 就要十万元 目前有六成的订单 都是靠外送 营收勉强打平 当初是预期 希望一年内能回收 让我目前是 可能会拉到两年两年半 另外古早味红茶连锁店 也在南港软体园区开幕 业者说早在半年前 就已经规划加盟 人力物力都已经备妥 也不便临时喊咖 六月中开幕后 虽然上班族的过路客减少 不过靠着办公室 揪团外送 加上缩减营业期间的人力 和时间也还是可以过得去 相信趁过疫情 未来手摇引市场 还是前途一片光明 TVBS新闻